接下來是一個愛考的 尤其是高中 鞋面 鞋面 這是鞋面 斜斜的一個平面 叫做鞋面 它可以幫助我們審理 為什麼當會有公司給你看 它可以達到一個審理的目的 就是鞋面 鞋面可以審理為什麼 我可以用功能原理去算 我小時候學的是用力的合成與分解 在那邊做一個重力向下 分解成整一分力根 整一分離然後用相當已經比比比 然後答案做出來 所以不用那麼麻煩 可以直接用功能原理 做工的結果能於能量的變化 施理F等數上升 等數表示沒有動能改變 所以只增加什麼 位能 所以我力量成為 也是FL 等於為你們兩邊是MGH 那麼在這裡的考試題目 經常都沒有把它換成牛頓 只是用幾公斤重 那就是W 重量 可以了 所以就這樣子 F等於L分之H 斜邊長分之斜邊高 數學有告訴你 直角三角形斜邊最長 所以這個L分之H一定小於1 所以一定會比重量來的小 所以鐵定叫做省力 這就是我們斜面所謂的施力的公式 這個力也就是所謂的下滑分力 因為他剛剛不是說要等數上升嗎 要恰好 讓它往斜面滑的力量 所以這個公式也是所謂的下滑分力的公式 F等L分之H 斜邊高 斜邊長的比 高長比乘以物重 高長比乘以物重 就是我的下滑分力大小 就是我要使它 恰格等數上升所需要是越大小 OK 記得那個公式 至少記得那個想法 然後你就會知道一些事情 那麼因為這樣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如果高長比越小 也就是斜邊長越長 斜邊高越低 它越平的話 這個斜面就會越省力 但是你要上升一個高度 就要走越遠 所以你就會越廢時 你就會越廢時 所以斜面越平就越省力 但是就會越廢時 所以省力的就會廢時 省力就會廢時 好 所以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誰最省力 綠色的最省力 因為高一樣 可是綠色的斜邊最長嘛 可是綠色要拉好長好 它才能上升那麼高嘛 所以要做廢時 所以綠色的最省力 橘色的最廢力 但是綠色的最廢時 橘色的最省時 黃色在中間 這個意思 OK 好 因為上升相同的高度 就表示增加的未能是一樣的 表示做工是一樣的 做工是一樣的 所以告訴你 我可以省時 我可以省力 但絕對不會省工 我絕對不會省工 OK 所以這兩個人爬山 誰比較辛苦 左邊的比較辛苦 比較累 誰比較輕鬆 右邊的比較輕鬆 因為他的高長比比較長 他的比較抵抗的分力比較小 但是呢 右邊要走比較遠 才能夠到山上 左邊的一下就會上山了 就是這個意思 OK 就是這樣 那很多都是利用斜面的原理 來達到省力的目的 比如說樓梯 樓梯就是個斜面 頑延的山路 這其實也是斜面 這也是斜面 刃口當然會教 刃口 還有附融的蓋子 螺旋也當然會教 這個螺旋是斜面的應用 等一下會講到他 這都是斜面達到省力的目的 那叫做氣息或者劈 就是長這個樣子 長這樣子 這個呢 就是上面很厚 然後越來越薄到中間 到最前面會變最小最薄 然後這個叫做氣息或者劈 它可以達到省力的目的看圖示 當然會有個圖示 劈是一個單個斜面 這樣剪刀就只有一面斜的 一面一面平的 然後這樣兩面都是斜的 就叫做劈 我們叫做劈 我兩個斜面就是劈 OK 當一個斜面器 OK 來就這樣子 這樣省力的 看它力的合成一分解 就是我下面一個力 可以分解成左邊一個跟右邊一個 左右的力都比我這個合一來的大 所以我吃一點點的力 吃一公斤重的力 達到兩公斤重的效果 所以我們說它是可以省力的 可以省力的 就是這個圖示上面 跟你顯示它為什麼會達到省力的目的 所以它也是斜面的一個應用 裡面的一個應用 OK 就是跟各位講斜面 斜面鐵定是省力的 槓桿有沒有一定省力 沒有 滑輪有沒有一定省力 沒有 輪軸有沒有一定省力 也沒有 沒有 所以誰還是一定省力的 斜面 斜面一定是省力的工具 OK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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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